大家好,華記4月21日直擊報導 今天想講一個嚴肅一點的話題 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一票不投,攬炒人渣 講多一次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一票不投,攬炒人渣 昨天一哥收到一個炸彈郵包 反對派26個立法會員和四大頭目 有些現任或之前的立法會員被拘捕 特別是警方告他在非法集會,連續三次在去年的遊行 在昨天拘捕時,英國領事館外交部 英國外交部已經出了一份聲明 說政治打壓 而楊岳橋用了很多歪理 其實也是說政治打壓 我想告訴大家,其實現在這件事 是鐵一般的事實 他們在遊行申請的過程中 警方已經去年否決了 示威遊行的許可令 一直都不容許你遊行 你們就強行出來遊行 那就非法集會 連續三次 現在警方就作出拘捕 何來有政治打壓 如果現在限聚令 超過四個人一起下棋 都可以每人罰二千元告票 陳淑莊去酒吧喝酒四十多人 又說開股東大會 又說開業界閉門會議 都不知哪樣 其實就是去喝酒 就是非法集會 就是要出告票 就很簡單 但是他不認 就是因為怕他背了兩年回營 要立刻坐牢 所以他是死雞撐飯蓋 在這個泛民 他們這班人被人拘捕了 他們死雞撐飯蓋 其實 非法集會是不能打掉的 但是你在我們小市民角度 就告得輕了 其實為什麼會 有阿一哥收到油包炸彈 就是因為現在拘捕了他 這些反對派頭目的港獨 就出來了 很簡單 如果用我們正常人的邏輯 其實這班人 怎麼是非法集會 當然是告錯 他們這班通販賣國 出賣香港 出賣國家利益 在勾結外國勢力 就顛覆香港 如果用國家安全法 他根本就是通販賣國 我們可以用國家安全法 其中三四條 就入了他們 他們根本就是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 這班人 他們就是既得利益者 他們顛覆國家是有價值 顛覆國家是有市場 這班人就是騙錢 就是港元 所以他們現在死雞撐飯蓋 實在是太過分 另外 我要說一下 剛剛昨天沙田廣元村 警方又倒破了他們的軍火庫 又有汽油彈又有槍 在沙田廣元村 有個保安 警察收到線報做炸彈 廣元村這個護衛 就開門給警察進去 然後旁邊那些黃絲港獨的區議員 走進來破壞 又不是住這區的 就說在網上Facebook收到投訴 要過來調查 根本就是阻差辦公 現在有警察去執行職務 就把裡面的炸彈的兵工廠 倒破 那這班區議員走過來做什麼 趁熱鬧 現在還限聚令 又違反限聚令 都未說完 開門這個叔叔給警察 後來就被一班暴徒 這班人渣 就毆打起飛腳 然後現在入了廠 其實這個世界公義法理何在 一班人渣 契弟圍著一個叔叔來打 原因就是因為他開門 被警察進去 喂 有沒有天理的這個世界 其實現在是不是瘋了線 這些人渣全部拉來拉 為什麼學校教壞了學生 其實都經常說 學好三年學壞生日 學壞三日 這班人都壞了老了 但是我亦都不要勞氣 現在我有一個客觀持平的標準 我們說多一次 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 一票不投 攬炒人渣 現在因為新型冠狀病毒 已經製造很多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同的國家就說要在中國索償 那條乾弟什麼 朱凱迪又說 沒有X肺炎 又說中X肺炎 侮辱自己的國家 以為很有趣 氣皮笑臉 經常拿自己的國家出來開玩笑 現在 美國特朗普日日就捉住你這句說話 就入了我們數 然後就想巨額索償 根本這些就是想香港和中國 是亡國的 這班泛民 沒有好大氣 我想說 我想說 我前天說吳凱夷 就說被人拘捕了 幸好 有律師幫忙 原來被人拘捕了 有律師幫忙那麼重要 看著這張照 這班人就是既得利益者 他們拘捕了那7000多人 你請律師就是請這班人 他們肥到墨都穿不下 肥的肥仔水 他們被人拘捕了都顧著做生意 比我更厲害 基本上他們這班人 好東西 好東西 真是好東西 有些不是做律師的 都站下來 你做什麼呢 不是做律師都站下來 我都站得了 你看 這件 帶了豬嘴 但我今天想說有兩本書 一本就是《哭泣的城市》 一本就是《蘋果日報》出的 這兩本書的分別 我想說 反對派有一樣 真的要稱讚他 他在這一本 《反對派》的書 《蘋果仔》出的 他的圖片和畫面故事 寫得很動人 很感人 但他永遠沒有前見過牌 他們這本書 就不會有這本的 即是這本的暴徒 鋸電燈柱 放火 倒路 磚頭 鐵枝插人 扔汽油彈 這些 其實基本上 在《蘋果仔》那本書就沒有了 對了 這些又沒有 很有趣的 《蘋果仔》那本書是寫什麼呢 《蘋果仔》永遠 就是警察按住示威者 很快就看到了 警察按住示威者 然後 鐵蓮龍牆 很感動 電話 亮燈 把警察的樣子都拿出來 永遠有幾個人按住 按住示威者 其實這兩本書 一本是很持平的 一本是很極端的 這些是極端分離主義 恐怖組織 阿爾蓋達 分子容 這些 正常我們人有警察之心 看到幾個警察按住 那個年輕人 怎麼不太對 警察怎麼會這樣呢 他又不看之前那些警察 就是殺警、襲警、搶犯 磚頭、鐵枝、遮汽油彈 槍、弓箭、匕首 什麼都出來了 去殺警、搶犯 無差別打人 都不要說用磚頭 扔死阿伯或者火燒人 根本他們搶完犯之後 大家在目的 很多很多條片 新城市廣場 十幾個人打到人後腦出血 新城市廣場 Madam被十幾人 他拿著盾牌 前後夾攻打到Madam躺下 上水一枝鐵枝在草叢 飄出來 就插進胸口 西環、中環 天橋在天橋那裏 扔個三叉路 放出來 撥下電燈柱的人 就死了 整架單車 在 港九鐵路 火車那裏 扔下來 天橋 他們那些事 是過分到 你們不要以為 忘記 太多太多鐘 但是他們永遠不說 你們之前 襲警 打人 警察 的士司機被你打到 身血 貨車司機被你打到 破壞了 那些永遠不說 你永遠不說 那個疑犯被人拘捕了 制服在地上 你才去拍 這些不客觀持平 經常都說 有幾個人去打劫金舖 打劫金舖的過程 你不播 你只是播 警察圍著金舖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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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槍 或者拿刀來砍你 那些警察 打他 然後躺下了 那些警察就撞住他 你只是拍過幕 那些警察就剪掉了 就是這本書 所以呢 今天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呢 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 一票不投 攬炒人渣 其實香港真是出很多漢奸 賣國賊 那些年輕人被他教得壞了 亦都不是打算 跟那些年輕人講道理 你拘捕他回來 因為其實真的很難 很難救 他要一個漫長的時間 知道被人騙了 好像現在這班 黃律師 叫他去銀行保釋 收五千一萬 轉頭打電話 去電話諮詢 或者上來 我律師來聊一聊 又收一萬幾千 然後上去拿個法律意見 或者去法庭 又收幾雞東西 幾萬元一堂 幾十萬 是這樣 就是這班 黃律師 一味就靠困 一味就靠壓 那你說 喂 華記 為什麼你現在這樣說 我是說事實 是有不可疑自己親口說的 他說現在被人拘捕了 有律師幫是很緊要的 這口是他自己說 不是我說 但是我們做生意 很簡單 就吐下去 他根本就是做生意 就是這麼簡單 你署名百多歲人 還說很榮幸 喂不見了 你署名你的兒子出來 去衝 是不是 我想你的兒子 都不是很妥理 你搞到我跟人家做金刀駒 都離了婚 就因為你的政見 我想你的兒子 都不是很妥理 你署名 真是很坦白 正常人這樣說 我不知道 亦都不認識他 只不過我就是說 如果你們的反對派 為何你的兒子都在宿港 毛婆 毛孟靜 你的兒子都去了哪裡 不是出來抗議的嗎 為何要推人家的兒子出來抗議 自己的兒子全部去了外國 學讀書全部就養尊處丘都不用出來撲頭的 全部找了我們那些基層的兒子 推出來去死 小康之家那些 推出來做天使 做什麼事 是不是 那條鬼佬啊 拖著那條小妹在佐敦睡樓梯底的 我都免得去拍了 見到都很可憐 就是 很多這些東西 明明是親眼見到的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年輕人都被人洗腦 甚至乎有些和理非聚無恥 但是問題今天就不說那麼久了 因為我們講來講去都是講四個字而已 現在 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 一票不投 攬炒人渣 我們5月2號就選民登記截止 我們今天已經是 4月21號 我們基本上只剩下 11日時間 還有就是 仍然是堅決支持23條 國家安全法 香港的疫情 會 將限聚令 延長到5月7號 本來去到23號就完結 這幾天的疫情就好一點 那些人渣 就出來 就繼續在這裏搞事 我們其實是病毒 打贏了港獨 但是 這陣子的病毒好一點 那些港獨又跑出來 又炸彈 炸一哥 又成 我們不要送鞋 我們做一個 安分守己 不要給麻煩 我們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努力做好自己 做人 不要跟那些年輕人一般見識 我們努力守護好自己的香港 自己的香港自己的舊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世紀二十一大阪新齋橋分店的 Lily小李 我們二十一世紀呢 是世界最大的一家不動產公司 我們分行呢 位於大阪最繁華的商業中心 新齋橋 我呢 來大阪十多年了 做不動產七年 大學工讀呢 是建築系 相信一定會為來日本投資房產的你找到最適合的一款房源 來新家橋 記得找我 這是我的微信號